请锁定今天当掌声响起 我是秦琳谦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锁定的主题 是演艺圈的夫妻党 首先来看的是这对 刘亮佐原本喜欢小个子的女生 而他的太太赵小乔 则是喜欢长头发的男生 其实互相都不是对方的菜 但是他们却彼此吸引 赵小乔笑说真的是人不能铁齿 他将刘亮佐跟前妻所生的儿子 事如起初 也从去年开始力拼生子 打针吃药相当的辛苦 还苦心经营YouTube频道 刘亮佐非常心疼太太 更感恩他付出的一切 很帅 你要去哪里 你看他可以吸很多吧 这个是活鱼笼 这一般钓箱里面的 如果有钓起来的鱼 放在里面它会比较 在水里面 有安全感然后会健康一点 全副武装下水去 刘亮佐最爱的休闲活动就是钓鱼 我第一次来这边水那么大 一下就已经到膝盖了 那边找比较浅的地方 要不然鱼都会冲得到处跑 这天其实下着雨 但完全交不息刘亮佐的热情 涉水过息毫不犹豫 中了喔 一个人如果能在一段时间 很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这是我很享受的 就像做剧场一样 每次排一个戏或演一个戏 就很专注地在排练 在揣摩角色在弄剧本 就我从以前就一直很喜欢 这种感觉 常常一钓就是一整天 热爱钓鱼的流量佐 也会很注意自己的手 一定要沾湿 或在水里面才去抓鱼 就怕伤到鱼表面的黏膜 他说钓完鱼之后跟鱼见面 再把他放走 是他最享受的过程 钓鱼时间到喔 你今天钓得也很特别喔 真的假的 看你那么开心 我看 我看 哇 怎么那么红 就是钓完鱼的那个表情 你看他开心成 就是真的很像小朋友耶 然后看到那么开心 我就觉得 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它这个是一个很难找到的美德 你愿意陪丈夫或老公做一个 你不太喜欢的事 然后再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其实常常在网络上 有些网友说 娶妻当娶赵小乔 不说看不出来吧 可以在西边跟着流量佐 带上一天的赵小乔 其实并不爱钓鱼 全是出自陪伴 还细心照顾老公的胃 料理上的多么不方便 那不管怎么样 青菜一定要吃喔 然后在每个汤里面 都加一点蛋花 给大家补充一点营养 备好食材 包括锅炉 小砖板 刀具组等等 装备一应俱全 赵小乔在户外化身厨娘 动作依旧俐落 趴钓鱼 趴野炊的搭配 其实也符合夫妻俩一进一动 小乔是一个维持关系 一个非常重要的火车头 陆志全也这样说 我说这个家这种热度 但是我在维持 因为他们两个 其实在家里面 都属于比较冷掉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很愿意陪我做 我想做的事 这方面我真的不如他 比方我不喜欢旅行 我就真不喜欢旅行 而且他对于出去玩 或去远门 或是出国旅游 这件事情 他有非常强烈的焦虑感 位置对我来讲有点恐怖 你拍我的脸拍他再拍他 值得吗 但那帮老婆做的 流浪作也是配合度十足 像是化身摄影师 一下拿手机拍现实动态 一下又举起GoPro拍Vlog 还会走动幻境位 甚至当起赵小乔的专属小编 帮忙回粉丝留言 我会每一个在他的Vlog留言的人 当然就是正向 他绝大多数都是正向的 我都会给他点赞 就表示我每一个留言都看过了 然后碰到有那种恶意的人 我就会直接跟他对话 刘莫名其妙 我会直接检举跟删除 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 在做这个事情 我绝对不可能让小乔 在网路这么一个公开的环境里面 被伤害到 24小时开启护妻模式 因为赵小乔的辛苦 流量左全看在眼里 当初为了想怀孕好好休息 又不想断了跟粉丝的联系 决定经营YouTube 身为标准3C白痴的赵小乔 非常努力学习剪接后置 常常学到半夜没回家 一步一步拼到十万订阅 还要为做人吃紧苦头 昨天我不敢自己打这个针 然后我所扶着 然后是护理师直接帮我退进去的 就是打针吃药 对 我基本上 我一天平均差不多25颗药吧 别人都觉得你很勇敢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 当你打到第100针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下得去了 尤其是我老公有一天 终于要帮我打针了 然后我肚子上唯一的瘀青 就是他帮我打了针以后 我还一直觉得 那我自己来 会有一些身体的状况 比方他会变 脸会变圆 身体会变胖 会晕 是药也吃到胃也出问题了 当然很舍不得啦 赵小桥已经年过40 刘亮佐也53岁了 因为都爱小孩 还是努力想拼一胎 但两人出相识都不是理想型 离婚后的刘亮佐 带着宝贝儿子刘子权 也没想再组家庭 没想到姻缘际会走在一块 我觉得她跟犬权有一种好特别的 我形容她是个奇迹啦 就她们两个相处 没有任何的磨合过程 然后我妈妈也突然对她很好 我想做的事情 她都非常support我 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你 然后我很爱你妈妈 婚礼上这一生妈妈感动全场 赵小桥在刘子权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走进彼此的生命 转眼刘子权已经是高三考生 一路走来没有艰难的磨合或革命 也没有刻意地温柔或讨好 我们好像在一起可能不到半年吧 我就开始照顾孩子了 其实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因为她当然希望 我跟群群能够感情好 她就说我们还讲好 那没关系你就当白脸这样 我来把脾气就对了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自黑黑到底了 我就是没有办法看 看着不讲 我可以吃一顿饭念150句 叉子不要出声音脚放下去 什么不要趴着吃饭 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敲到碗 真的我都快疯了 而且你要看一天吃三餐 念也是出自于爱 赵小乔将刘子权视如己出 从生活教育到孩子演艺工作逐渐发光 赵小乔也放下明星光环 当起儿子小助理 只是身为吉金峰妈妈 碰上放牧式教育的流量座 争执无可避免 我最大的教育理念就是 你管得在眼小孩不见得好 你不管小孩太不见变坏 主要维持家里的气氛 真的是开心的快乐的就好了 该管的还是要管 生活习惯什么的 我在煮饭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他很饿他要吃饼干 那我饭做好他当然吃不下 我超不爽的 我那么辛苦为了谁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吃 好都不要吃 下次我就不做饭了 他就很容易耍狠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会来劝我 虽然个性截然不同 但就像拼图互不缺角 刘亮佐说很感谢有小乔之后 整个家都活络起来 照顾刘子权也陪刘妈妈打麻将 还总是耐心回答刘妈妈的 十万个为什么 我真的很希望老的时候 你可以陪我去旅行 你安排好就好 对 就是今天录出去的 讲这段话意思就是会录影存证 对啊 所以我就是你安排好就去啊 在一起即将十年 赵小乔撒娇地许了一个心愿 我们帮他播出存证 回首从爱人变家人 跨越年龄 打破择偶条件 超越亲身关系的深厚感情 在流量佐与赵小乔身上 让外界看见爱的许多可能